岳云鹏在央视的地位有多高 尼格买提一个举动彰显月月的身份 这一幕出自央视举办的2023小品相声大会 岳云鹏受邀前来担任评委 而他出场闲庭信度的姿态 仿佛就像来到了自家一样放松 要知道这可是由央视举办的节目 韩金亮和观众认可度都相当之高 参赛人员历来也都是相声界的佼佼者 而且以前相声大会的评委都是逢巩级别的人 都是相声界的态斗有极高的权威性 如今岳岳作为相声界新生代演员 在同龄人有机会参赛都值得称道的时候 岳岳却已经位列评委嘉宾 并且岳岳一出场立刻引起观众的热烈掌声 与尼格买提两人插科打混引爆全场 你搞什么幽默感的在这 摆什么造型的 那灯光是不是你让打的 显得很魁梧 整个还跟有肌肉似的 你就问了大家 岳云鹏帅帅 帅 岳云鹏在我心里不是帅 他是可爱 能被央视主持人这么熟忍并夸赞可爱 可见岳岳平常少不了与央视打交道 进一步凸显了央视对岳云鹏的看重 而参赛选手对岳岳态度意识十分尊敬 在岳云鹏讲话时全程一脸崇拜地注视着他 这个捧跟叫叶鹏 我没想到他是这么的激进的一个捧跟 他跟孙老师完全是不一样 孙老师他是慢 更喜欢哪种捧跟 岳哥应该说这两种捧跟驾驭的都特别好 只看选手对岳岳的称呼 就知道他如今地位绝不比自家师傅差 而岳岳更是早早打入了央视内部 与央视主持天团私交甚密 岳哥说好久没跟你一块玩 好想跟你在 每一季都找过我 每一季都找过她 不仅如此在别的明星以登上央视为骄傲时 岳岳却能同时参加好几档央妈综艺 从了不起的挑战到今年的小品相声大会 都是重量级的常驻位置 内宇有如此待遇的人寥寥无几 除此之外 岳岳更是透露了她在准备2024年春晚 你给明年春晚写的作品不都写了半年了吗 已经 是已经半年了 但是还没写出来 要知道岳云鹏已经参与了五次春晚 近日更是有媒体拍动岳云鹏和孙岳现身央视大谋 疑似参与春晚语言类节目的审查 如果审核通过的话 这将是岳岳第六次登上春晚舞台 春晚宠的称号岳岳当之无愧啊 更甚者有许多观众表示 春晚只想看岳云鹏的相声 这也再次印证了岳云鹏的超高人气 到今天说相声呢 就是他那个年龄的 全世界你看没有比岳云鹏再红的 路人员爆棚还能长红不衰 难怪央视如此独宠岳云鹏 岳云鹏老婆对徒弟们有多大方 后来我叔叔说你不要老婆我要钱了 问你叔娘要 没想到我叔娘更大方 我叔娘随便拿 二徒弟上小局想找师父要点零花钱 谁承想岳云鹏自个零花钱有限 便霍水东引徒弟去师娘郑敏那要钱 而郑敏出手比岳岳还大方 一句随便拿净显师娘豪气 这待遇亲儿子也不过如此了 郑敏不仅平常会给徒弟们零花钱 还包办了徒弟们全部的衣食住行 就连刘晓婷的大褂都是郑敏亲手做的 二哥有一身大褂也挺好看的 就是那个之前我买的那个大褂那个布料是不够他俩做一事的 然后有一个就是咖啡色的 然后带很细很小的那个千秒格 千秒格那个花纹特别好看 刘晓婷也懂得感恩 他将师娘对自己的好意记在心里 还会特意腾出时间陪师娘逛街 而师娘对徒弟们的关照更是体现在方方面面 还会专门蹲守刘晓婷的直播 把师娘给我发微信了 给你听听啊 那个我给你说个家庭话你别唱乐语什么行 你跟我再也不要唱乐语歌而已 也不要唱你难以说好不好 这在不知情人看来可能会觉得师娘太过强势 但实际上郑敏这样做全是一片苦心 因为刘晓婷唱歌跑掉影的部分网友谩骂 郑敏看不过去所以特地来给他撑场子 也是为徒弟的大众形象考虑 如果真的嫌弃徒弟 郑敏大可直接不听直播 而不是花钱求徒弟补偿 2017年徒弟上小局在社交媒体官宣婚礼日期时 岳云鹏二话不说包朗的婚宴全部开销 对此郑敏没有丝毫意义 因为在他心中早已将徒弟当成了亲儿子看待 而这种徒弟结婚师父包酒席的做法 在德云社也是一种传统 当初岳云鹏和郑敏结婚时 就是老郭承包了全部婚礼开销 还给小夫妻买了一套婚房 如今小岳岳将继续这种传承 当初岳岳的师娘王慧对徒弟也非常好 如今郑敏也在向王慧看齐 这就是德云社的传承吧 郭德纲将徒弟媳妇的付出看在眼里 直言徒弟媳妇中属郑敏最可信 不得不说有这样的师娘妻子 真的是好福气 献煞旁人 closet 感谢观看